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现在如果说于传舞 想必很多质疑声和调感声也是接踵而来 传舞实战更是成为了人们吐槽的对象 难道传舞真的不能实战吗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可以实战的传舞大师 就是这位他叫刘哥 刘哥是永川泉协会的会长 刘哥席练永川泉已经好几十年了 可以说也是一位死打死的练家者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由刘哥对阵铁杀斩检腾的比赛 本场比赛的时候刘哥已经63岁了 而这个斩藤系列铁杀斩已经长达10个年头了 斩藤曾获得铁杀斩80公斤级冠军 和金刚腿80公斤级冠军等等 现在的斩藤已经43岁了 这样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赛前斩藤就号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 因为找不到对手感到很寂寞 就在赛前斩藤还以言语来挑衅刘哥 抱着前期就大打出手 这直接让刘哥怒了 比赛的时候刘哥先是以泳春拳的侧撑腿先发自揍 不过斩藤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低层外加版权还以射 而后刘哥开始发力以一套连击将斩藤打到落荒而逃 只见刘哥满场追着斩藤暴政 而斩藤只能全场逃窗根本就没办法招架 这一辆现场顺境被疼了 紧接着创藤马上进行了几点 毫有松门对拼 第二回合课的时候 斩藤开始秀起了他的腿发 结果刘哥上去就是以泳春拳教训对手 接下来在面对斩藤的连续震抖 刘哥马上以连续重拳打了回去 偶后在面对刘哥的泳春拳战架 这一辆斩藤有点吓坏了 连人都没有达到 自己已经守住无措了 紧接着刘哥很快遭出机会 以击短摔将斩藤暴摔倒地 接下来只见斩藤又开始秀起了他的腿发 结果已经看不下去的刘哥 上去就是以连续重拳抱着对手 这一辆斩藤满场逃撞的画面 又再次上演 真的有点难备咯 偶后斩藤摆出非常嚣张的动作 来挑衅刘哥 结果刘哥上去就是以连续重拳将斩藤击倒 紧接着双方再次开启了互拼模式 双方大战了两个回合 最终刘哥也决定于此赢下了比赛 斩藤又再次收获了一场势力 二刀的零零相差的整整20岁 63岁的刘哥不仅上演了闯武实战 并且还赢下了最终的胜利 全场比较下来 斩藤被刘哥多次追着扎 并将对手达到心腹恐怖 只能感叹刘哥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下你遇生事 有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